2019年全台湾唯一一场的Pokemon Go Suffer Rezone的活动日前在新北市的大都会公园登场 为期四天的活动将会有稀有宝可梦现身 而这场活动也吸引了不少外籍玩家一起参与 包括相当受欢迎的皮卡丘 还有乔英猴、颜兔儿以及泪眼熙 依序登上舞台立刻吸引现场玩家的目光 也为2019年全台湾唯一一场Pokemon Go Suffer Rezone拉开序幕 这次活动除了新北大都会公园之外 新北市也选定了六十处景点 依照性质分为四大种类 包括人文历史、风景、名善等 也都有稀有的宝可梦出现 新北市的观光旅游以及半首领行业 为了迎接所有来自于全世界的信念家 来这里能够捕捉宝可梦 顺便也到新北市来旅游观光 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 更重要的我们规划了六十个地点 可以让大家一面捕捉宝可梦 一面可以像到九混吃烏鱼 到深澳、初前鹅啊以及小茧 以及逛逛我们最漂亮的青春山海线 所以大家记得 今天的宝可梦的捕捉绝对不会只在新北大都会公园 在新北处处可以看到的观光景点 都有稀有的宝可梦可以做 欢迎大家一展身手 第一天活动虽然办在平日 但是已经吸引不少玩家参与 也有许多外籍的宝可梦迷来到会场 希望抓到稀有的宝可梦 市府也期盼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更多国内外的玩家游览新北市 记者方坚凯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 好